有網友被騙了 50千 打疫苗是free的 周末我要填銀行卡咧 什麼刷單 Lazada Part time這種 都是騙人的 假扮警察 假扮執法人員 啊 What's wrong with this sector? You don't own I? I don't own you 為什麼我XX的還要防這些假的慈善機構 網絡詐騙4.0回來了 這集3.0的時候我就一講好那是最後一集了 雖然我是沒有發誓 但是我心裡面想我應該不會再拍了的啦 因為3集已經很夠了的啦 但是我最近突然就說到很多網友騙我說 他們被詐騙了 而且最大的一個case有網友被騙了 50千 Hello 50多千 我真的是 最sack的就是那個網友過後跟我講 可恩 如果我早點看到你的影片就好了 所以我決定這個系列拍多一集 而且這一集很重要 是COVID期間 MCO期間突然爆出來很多那種詐騙案子 你想到的有 你想不到的也有 簡直可以用Fantabulous 來形容這些片子 馬上開始 第一個 疫苗詐騙 我在拍這個片的時候 馬雷西亞已經連續4天超過11千種的COVID案例 11千耶 這個數字就好像你出門 看到誰 好像誰都是有COVID這樣子 每個人都搶著打疫苗保障自己 very good的堅強 起碼大家都可以接受疫苗這個東西 不像一開始這樣抗拒嘛 但是就是有人利用打疫苗這個東西去騙人 之前搶不到Azer疫苗呢 現在就唯有每天打開賣Sejatera 看一下自己有沒有排到 排到就幸運喔 排不到的話就繼續等喔 這時候就來了一個騙子 自稱疫苗代理員 你好喔 我這裡可以代替提早申請到疫苗 你有需要可以聯繫我 我這裡是正規醫院的喔 啊 又醫院 又正規 又可以打疫苗 Uncle Auntie 哪你想到是騙子啦 而且打一次就收你450塊 搞錢之後好彩就是拿著你的錢消失 不好彩就是拿了你的錢 然後還要給你打假疫苗 那其實假疫苗也只是生理厭水 是不會死人的啦 第二種就是你會收到SMS 或是WhatsApp之類的 裡面寫著 政府已經開放申請打疫苗了 你們點這個link去預約吧 點了這個link之後 你就要填姓名、地址、IC、銀行卡之類的 打疫苗是free的 周末我要填銀行卡咧 前面三集我已經講過幾百次了 link不能亂點 這個link哦 你點下去之後只有兩種結果 1.馬上被害 2.吃點被害 各位啊 不要緊張 我知道你們很想打疫苗 只要你是馬來西亞 一定會輪到你的 目前馬來西亞是不允許任何私人的診所 私人名義任何私人的方式 去私自申請打疫苗 全部疫苗都要經過政府 無論你是賣SERJATERA排到的 或者是政府開放公司自行申請的 都是經過政府的 不是隨便一個叫做什麼疫苗代理員 可以幫你安排到的 ok? 如果你們在街上遇到這種疫苗代理員哦 拔下去 不用給連我的 第二 Shopee Lazada Part-Time 詐騙 這個就是我開頭講被騙了50千的那個 現在先給大家看看這個網友 send給我的message 這個對話 我是得到了當事人的同意才放出來的 一開始他會找我是因為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騙 不知道該不該報警才找我的 他在Facebook看到有人請 Lazada Part-Time 簡稱 Lazada 刷單元 你只需要一部手機 哪里都可以做 時間自由 做完立刻拿錢 每天有100到200的薪水 聽起來就覺得ok耶 馬上拿薪水 good耶 一Whatsapp他咯 他就收到了這個message 看起來好像很複雜 簡單來講 就是你先出著錢在lazada買東西 買了之後給他們receipt 他們會退回錢給你 產品價格的5%就是你賺的commission 比如你買的東西100塊 你賺5塊囉 這個case我在第一集就講過 只是當時我沒有講名是Shopee 或者是lazada 我這邊在講到最後一次 什麼打字兼職 什麼刷單 lazada part time這種 都是騙人的 頭三次真的是會給回錢你的 因為數目小嗎 不給你一點甜頭 你只能跳下去 過後越買越大數目 他就跟你講 因為一些原因 不能馬上拿錢出來 反而叫你給回一些錢 因為這個戶口需要滿 可能38888才可以拿回那些錢出來 你進了他又會有一些理由 不給你退錢 然後你又要再進 反正你就是一直被騙 一個雪球越滾越大越滾越大 你被騙的錢越來越多 最後block你 搞定 摸桑美 這個網友到最後終於懷疑自己被騙 就申請退款囉 這個騙子看騙不下去好嗎 就講OK 退款可以 但是退款哦 需要30天時間審核 你知道為什麼需要30天嗎 30天哦 足夠花把騙回來的錢 轉去都拜 轉去美國 再轉去日本 再轉回來馬來西亞 銀行都追不回 你以為只有你一個人被騙嗎 還有很多人被騙的嘛 30天然後足夠花騙買其他人 然後關掉這個account block完全不仁 再重新開出一個新的account 重新出發 警察都check不到他 怎樣找到是騙子 最明顯就是 每次叫你進錢的那個bankaccount 都是不同人 不同名字 不同的bank 是空的人頭戶口來的 人家發達 人人都大 在小午酒 就得過 這麼容易發達 我還在這幹嗎 第三 真假警察 講你違反SOP 在MCO期間呢 什麼行業可以開 什麼行業不可以開 出門戴不戴口罩 可不可以堂食 可不可以跨走 全部都需要一個SOP的 如果你沒有跟的話 只有兩個下場 一中警察殺慢 二中COVID 騙子哦 就是用這個方式來騙錢 假扮警察 假扮執法人員 來到你的店 然後跟你講 你違反SOP 要殺慢你 這時候我普通市民 一定是ROAD了的 慘了啦 都沒有做到生意 還要發一萬塊錢 這時候警察就會假假看你可憐 然後要放你一碼的感覺 就會跟你講 啊 為什麼要結束現在 啊 You don't know I I don't know you 店家講到給一兩千就可以結束 加上警商 然後又不守法律 一定是馬上給了的 騙子成功了 極簡單 之前都有一些Case 就是假警察 set假的ROBLOG 講你超過10km 然後隨便塞一些罪名 要中你什麼 其實就是要騙錢罷了 不要緊 大家冷靜 現在我教你們講 要分辨真假執法人員 這個是 是Marjelis Pobandara Manjong講的 是官方Facebook講 不是我吹水的 這四款就是 執法人員在不同的工作時候 穿上不同的制服 General Duty的制服 Pobandu Operacy的制服 Operacy的制服 還有Bush Jacket 這四款制服大家可以認一下 不然你可以save在手機 有需要的時候打開看一下 尤其是那種開門做生意的店家 常常會中到執法人員 CheckSOP的 你們可以注意一下 那除了制服之外 你們可以讓他們收證件 證件是長這樣的 記住啊 政府已經規定 執法人員在促勤CheckSOP的時候 是必須穿上特定的制服的 而且如果被懷疑 是需要出示證件給我們看的 這是我們人民的權利 如果你遇到的話 你是可以report他的 你真的是中三半的話 你自上庭給錢 而不是把這個錢給警察 無論是真警察 還是假警察 跟你當場要錢的話 不要給 沒有警察是可以跟你當場拿錢的 如果你遇到 你可以直接是report他的 你真的是中三半的話 你只需要上庭給罰款 你不需要把錢給警察的知道嗎 第四 假公益 假慈善 這個我真的太 也很過分 利用大家的同情心 利用馬來西亞人在辛苦的時候 互相幫忙那個團結 已經殺你一個 措手不及 6月份的時候就已經有新聞爆出 假的慈善機構 利用人民的喪行 騙了很多捐款 尤其是Bandera Putte這段期間 有人掛白旗 有人往上求助 然後比較有能力一點的 就會可能捐款 或者是做Foodbank 捐款都騙這的人 真的是喪宅沒西法 我們先不要講到 我明明有能力 還要跟風 或者是貪小便宜 去Foodbank 哪時候的Uncle Auntie 他們只是小case 我今天講的是大case 假的慈善機構 他們開一個page 盜用真的慈善機構的照片 比如說老人家 孤兒 還有一些殘障兒的生活照 當成是他們自己的 甚至我連page的名字 都放得真的慈善機構 一模一樣給你亂水 然後開一個post 寫 救救我們吧 老人院急需8萬塊救助金 懇請你們把這個捐款 捐到院長的戶口 或者我們的中心 需要每天把孩子消毒 一天250 一個月7500 然後就放上Bandera account share去槌站 share去群組 一切實 實學百 越學越多 越捐越多 越偏越多 這個叫什麼 發災難財 我自己講這個是假的慈善機構 大家不要誤會 我不是阻止你們幫人 也不是阻止你們捐款 更加不是講 馬來西亞的慈善機構 都是騙人 我講這個是假的慈善機構 馬來西亞是有很多 真的慈善機構 很需要人家幫忙 我只是喜歡你們的錢 可以去到真的有需要幫忙的地方 而不是被騙掉 疫情已經害到大家夠慘了 有人沒飯吃 有人失業 有人躺在醫院 還要用呼吸器 每天為了生存已經是很累了 為什麼我X媽的還要防這些 假的慈善機構 注意激行的時 Page給人發現是假的 被report了 但是Facebook還沒有關掉這些account 下面咯 你還是可以看到comment 很多人bank in的那種receipt 寫著 希望你們可以度過難關 哈囉騙子們 你們的良心哦 是不是去了月球 所以這邊我要跟你們講 怎樣分辨真假的慈善機構 要捐款去慈善機構之前 一先check下這個慈善機構 是不是真實存在的 你們可以打電話去 或者是Google search下他的地址 第二號碼 創辦人 或者是機構背景等等 二 看下收款人的戶口 是不是跟慈善機構的名字一樣 通常是一樣的 三 看看是不是有同名的 兩個Facebookaccount 因為有可能是倒號來的 四 可以親自把捐贈物品 或者是錢送到那個中心 五 如果是以個人名義籌款的話 你們可以上Facebook check下這個真偽 好啦今天這集就到這邊啦 主要都是MCO期間 突然冒出來的一些詐騙案 大家就算是stay home 也要眼睛睜大一點 清醒一點 結束之前 重溫一下我之前三集講過的詐騙案 有中過也好 沒有中過也好 建議都找回去看一下 第一集 恭喜你中獎了 打字兼職 刷單好評詐騙 你的信用卡被倒刷 第二集 愛情包裹 網購詐騙 包中馬票 猜猜我是誰 第三集 BigPay詐騙 真假銀行 投資殺豬盤 Income Tax詐騙 好啦拍完收工 我是正義的化身 痛感潮人 他記得把我奔下去 吃吃吃吃